电影是共情的艺术 它可以让你对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 不同梦想的人 有更多的了解 我叫隋一帆 这是我的光影人生 从小就喜欢看电影 更是家附近音像店的常客 闲暇时光 也多是在电影院里度过 一整墙收集起来的电影CD 一摞又一摞的电影杂志 是我沉浸在电影世界里的痕迹 电影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我常常在这面镜子里 看到我自己 看到很多让我想象不到的东西 怀揣着对电影的向往 我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本科就读于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毕业后去英国南普顿大学 继续攻读电影学 但我不想自己的爱好变成职业 所以回国后 我没有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 现在是一家传媒公司的创意总监 正因为我特别热爱电影 就像周敦宇的爱恋说 可远观而不可谢观 我现在很纯粹地在做一个观众 去享受每一部我喜欢的电影 我就是朋友圈里的电影小客服 经常给朋友推荐 符合他们口味的电影 过两天那个电影上了 咱俩一定能看啊 没问题 一般你给我推荐不悬疑片吗 那经典悬疑电影太多了 我就哪一部推 你先给我图像个爱情片吧 爱情片哪个我最爱看 你不知道吗 要我说你俩都不懂它 唱歌最好听 你得让他去唱歌 安排 我的爱好偏向老程 爱听的歌也跟同龄人不一样 我的偶像是 飞玉清 韩磊 李克勤 我还可以模仿出他们的声线 神情像草原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吃对自己来说 不仅仅是一种口腹之欲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方式 我给朋友推荐好吃的 从来不只是嘴上说说 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口中 经常请吃饭的东北哥哥 我择偶的标准 特别不能打折扣的一点就是 我们俩一定要能吃到一块去 理想的另一半 食谱一定要宽泛 希望他也是一位美食冒险家 我会带着他来到自己的家乡沈阳 带他感受一下东北美食的 十二时辰 金洋洋 男嘉宾你好 我刚刚在短片里有看到 你经常推荐你身边的朋友一些 就是当地的东北美食 那我今天也给你推荐一下 我的家乡 我是来自于浙江泰州嘛 那尤其是推荐我们的这个 我的最爱扁食 像吃我们这个扁食的话 一定要配醋真的是一绝 特别是配上我们的金优恒胜香醋 金优恒胜香醋呢是真正的 林添加 林添加香精 林添加防腐剂 林添加色素 所以真正的林添加 他会更加健康一点 吃好醋 选恒胜 我都看馋了 你要不也来体验一下吧 可以吗 你过去 可以吗 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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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醋非常好吃 东北的饺子配上咱们这个醋 也是绝了 你把那个十二时辰怎么说一下 这个十二时辰 但是我今天也不知道最后 这个我会花落谁家 或者我会不会有人能牵手 但是如果我觉得大家有机会来到沈阳的话 作为地主之仪 我认为这个十二时辰 就是我特意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美食行程 好比说你早上八点钟已经到沈阳了 那么我们吃一顿很有沈阳特色的 很丰富的 还有肉香的东北早餐 里边包含了五花肉粉丝汤 那这顿吃的就很饱足了 然后到了中午 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来顿聊菜 像锅包肉 铁锅炖 当然也有一些葱烧疗参也是非常不错 女孩喜欢的雪棉豆沙的甜品也非常好 到了晚饭我们去沈阳 非常可以说引以为傲的美食街 我们可以去西塔品尝一下朝鲜族风情 基本上这一条街我们就一勺会了 到了晚上咱们可以来顿宵夜 到了沈阳不能不吃小烧烤 喝点小皮皮 对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天的 十二时辰的美食形成了 东北的烧烤是一绝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